宫颈炎是与女性,尤其是中年女性的一种常见病,多发病,其实病因素很多,如机械性的刺激及损伤,微生物及其毒素,化学物质及放射线等都有可能引起此宫颈炎。 宫颈炎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,但以慢性居多,急性宫颈炎会出现白带增多,呈浓性,半腰痛,下腹不湿等症状,慢性宫颈炎则有白带多,呈乳白色,黏液状或白带中间有血丝,护性胶出血,半外因造痒,腰底部疼痛等症状。 病在经期加重,慢性宫颈炎,一般是由急性宫颈炎调理,不彻底演变而来,在又过分年,流产或手术损伤宫颈等情况,的女性身上比较多见。 慢性宫颈炎一般具有白带增多,下腹或腰底部疼痛,尿瓶或排鸟患纳等症状,如果不及时发现则可能导致流产,不孕,以发深度病变甚至增加癌变几率。 宫颈炎诱发的疾病多为宫颈拟烂,宫颈拟烂分为心中重度不同的症状,轻度可表现为白带增多,颜色发黄,由于病原体不同,白带会发生至,量,色的改变,无色或是乳白色,背脊弹轻壮,带有点腥味或无味,的是正常的白带。 所以,平时要注意做些细微的观察,做好防御措施及检查,以确保自身的健康,重度表现为白带增多,颜色发黄,粘稠有异味等现象,有炎症刺激万一的话还会引起臊痒。 迷烂面充血明显,颜色鲜红或容易出血时,会出现性生活接触性出血及不规则,阴冒流血,重度攻击迷烂则表现为白带增多,颜色发黄等现象,其白带质的粘稠也有臭味,有的重度攻击迷烂患者,会出现假血丝的白带,在性交后存在接触性出血及不规则,阴冒出血,还有尿瓶,妞疾等现象。 最后提醒女性朋友们,攻击迷烂的最有效的时间段是在二期攻击迷烂,一定要早发现早,别拖到病情严重可就晚了。 攻击贤与攻击迷烂之间,也许只隔着一个攻击迷烂,专家,律耀辉广州一腰云端传媒公司创始人,科普百分百助力科普中国,让科学知识在网上和生活中流行起来。 文心提示,以上为科普百分百网上阅读所浏览内容,分享只为知识传播和学习宣传。 本文内容仅代表原作者观点,如有意见建议,请私信留言,我们会及时处理。 谢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答应,别忘了小уса murders,不动了高谷区愿我们诗认过的 Beach示威中心! Panzer forack obt第二払 D